Lio聊世紀 天原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台灣A隊對上義大利B隊 那這場比賽是世界盃 國家盃 好 那我們就來稍微講一下文明 文明是我們台灣隊 選擇了蒙古 蒙古的馬攻速速很快 在後期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強勢的一個存在 再來講一下紅色 紅色是雲大 雲大是克勞德 那庫曼在團戰來說的話 比較算偏內加的文明 可以打這個遊俠或青茶 都是一個不錯的主力 前期可以用這個封建時代 開雙TC快速農上去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講一下紫色 紫色是斯拉夫 斯拉夫的話種田的肉量非常多 而且在團戰來說工程器很便宜的關係 也算是一個蠻強的中間實力的一個 單位文明 再來講下一個 下一個是橘色 橘色是達達 達達最大的特色是這個馬攻 有這個高打低的傷害加成更多 而且有這個速成馬攻的效果 那達達還有這個雀血可以使用 所以他整體來說 不會算是太弱的文明 但是使用上來說也是偏難一點 那這張圖來說高地部分是不多的 只有這個家裡的 上下坡有這個高地在而已 所以達達要怎麼玩得好 在這張地圖的話可能要出這個火焰駱駝 才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單位 好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隊伍 義大利隊伍是選擇了曲折羅人 曲折羅人的話 薩地利這個科技是非常強大的 這個食物呢可以消耗的速度會比較少一些 所有的軍事單位都會有這個食物減免的關係 所以達到大後期的話 其實這個曲折羅人後期會很強 尤其是他這個駱駝還有這個增傷的效果 所以要特別注意對方駱駝的一個傷害 好那我們就來看他青色 青色是孟佳人 那孟佳人的話最大特色是這個 生旅戰跟相公 還有這個TC會給兩村的效果 那這個TC給兩村的一個效果呢 算是像這種可以一起聯防的地方 如果達到大後期的話 城堡時代蓋70個TC 以上地龍時代可以直接加140個村民 那可以突破直接200村民的限制 到達340人口 但是這個戰術比較不適合這種開闊地圖 所以我剛剛說的這個戰術應該不會在這場出現 好那講一下綠色 那綠色是我們的韓國 韓國在團戰的一個實力來說 其實有點微妙 因為他算是打工兵路線是比較OK的 但是真的要打到大後期的話 要打這個馬戰車會比較給力一點 不然就是要打頭車 那我覺得韓國的頭車也是蠻OK的 但是就是要怎麼用得好也是一大問題 好那就來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我們的伯根地 伯根地的話馬上輕裝騎兵很強大 那遊俠呢有這個半價值或者優惠 那後期還可以打革命波流 把所有的村民變成民兵 做一波一波騷擾 直接去滅一國兩國都不是問題 戰術運用的當都OK 那這張地圖的話我覺得前期應該不太可能 會打出一個大快攻 那而且這張圖其實偏難防守 所以這邊我覺得義大利這邊選擇的文明還不錯 那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他這邊有選擇曲折羅倫 那曲折羅倫跟伯根地人 這兩個文明都是在城堡時代有一定的騎兵壓制的效果 例如驅逐羅倫呢 在城堡時代可以用這個駱駱駱駱駱駱駱效果 直接輾壓對手的一個馬的騷擾 那這個伯根地也是 伯根地的話 那城堡時代就會有重裝騎兵可以使用 比一般的騎士還要再更強大一點 所以整體而已 兩邊外加都是偏馬國的文明 而且中間這兩國 其實也不差 韓國的話也有這個箭塔 那孟加拉跟箭塔 這兩個都是比較公兵文明的 那我覺得他們選的方式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在的 那我要聲明一下 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結果的 我大概知道是誰輸誰贏 但我不知道一二三場誰輸誰贏 我只有知道最終結果是誰輸誰贏 那我誰不先賣個關子 我不先講誰輸誰贏 好 那這場比賽是昨天 這個2月20號 剛比完的比賽 那上片的時候應該是2月22號 因為昨天是上台灣B隊的影片 好 那這次的影片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上坡怎麼打 那這場地圖中間一開始有這個魚船也可以捕魚 但是對手 意大利這邊是沒有選的來中間捕魚的 那來捕魚的只有我們台灣隊伍 DS 那有人會說這個DS是那個星海DS嗎 沒有意外的話就是那個DS了 就是星海的DS 那DS的話之前打星海也是非常強大 那他打世紀帝國也是非常猛 那之前有在世代看過他玩喔 我自己有跟他玩一下 喔不是跟他玩阿 就是有稍微跟他聊 有看過他聊世紀帝國4喔 還有世紀帝國2喔 他說玩世紀帝國4最大好處就是 可以脫離世紀帝國2的一個趕路的一個問題 不然他說每次趕路都覺得很累喔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 趕路真的是世紀帝國2的一個硬傷 你不趕路的話經濟會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世紀帝國2喔 門檻比較高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路的問題喔 不趕路跟趕路的一個問題在喔 那目前看起來我們兩邊的一個選擇方式喔 的作戰操作是怎麼打呢 那目前克勞德這邊是選擇了雙TC開9 庫曼就是封建開雙TC 給對手一個經濟上的壓力喔 軍事上的壓力喔 對手不出邊的話 庫曼喔克勞德就可以一直爽爽了 那我們的其他文明喔 就可以cover他喔 讓我們的雲大好好發展 那如果對方要投資大量軍力去壓制庫曼的話 那如果失敗的話會對義大利這邊會很傷 所以前期的話會比較偏向於喔 看他們的戰術選擇喔 會變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台灣A隊可能前期會比較被動一點喔 但是到了後期之後會變成是台灣A隊的一個主戰場 因為看起來文明的選擇是這樣的喔 都是偏後期喔 那區德羅倫跟伯根蒂 這邊都是速成文明喔 相公的話這邊有一個啦 意大利B隊有個相公算是速成的 算是城堡速攻的一個打法 但我不確定啦 因為韓國這個文明真的是偏後期 還有這個孟加拉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其實兩邊都不會說一個太弱或太強的問題 但我覺得對面的這個伯根蒂跟區德羅倫真是選得很好 所以我現在看不出來到底是誰優誰裂 直白講起來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局勢喔 那目前大家都在看對手的一個家裡的狀況 好這邊都其實我在做赤頭在探查 那這是克勞島村民喔 克勞島的赤頭在對方的領地喔 稍微逛一下 看一下對手經濟配置如何 然後看會不會抓到一隻殘血村民 好那克勞德這邊有點撞TC 唉呀沒有空好直接送嘛 唉呀克勞德這邊不知道在幹嘛喔 他可能知道對手也來過來了喔 這邊有市盈蓋的是有看到喔 赤頭往家裡串喔 所以家裡盲子在圍架 前線的赤頭沒有空好 那這邊的話可能還是會被鑽個漏洞喔 哇很有可能喔 這個漏洞有點危險 唉唷這個手術有點像viper 有那個位了 哇台灣隊是這邊直接前後為死的 因為這個斜坡地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防守方面來說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但這邊應該是有人在 在call隊友 趕快把家圍死喔 對面吃火人進來了 好那紫色 P 這個是PRYDZ喔 這個我們 昨天喔還前天 有觀眾留言說喔 這個就是 之前小夜夜隊友 AHK的 小豐 但是我對他不熟啦 所以我沒辦法 多評論什麼喔 但我也知道他也是個遊戲天才喔 玩遊戲也是非常厲害的 各種遊戲都很快就輕易可以上手的 對遊戲的理解度喔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好那天空熊這邊也是有出馬 其實大家都是有出點馬做點事情的 唯獨是克朗爾這邊只有做探查 然後專心喔 確實也該這樣子喔 不然這個庫曼的一個價值就沒有了 庫曼的價值就是要趕快雙TC速農 然後上城堡時代 唉結果下面這邊打出一個漏洞 驅著羅倫這邊直接鑽了一個兜進來 那DS這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失誤 讓對手溜進來 那問題就回到了台灣隊這裡了 台灣隊這邊可能要稍微開始圍一下 甚至要出場上兵做防守 那這邊志願只要一投資在軍事上 經濟上就不會非常的突飛猛進喔 那我覺得義大利B隊這邊做的蠻好的 果然7左羅倫 就是有這個優勢在的 哇肉麻很多阿 直接把這個肉麻打殘 再收掉一隻長槍兵也沒問題 後方還有長槍兵在戳 但我覺得這個7左羅倫是沒有在扣的關係阿 怎麼好像有點在送阿 喔完蛋完蛋 這邊天空熊跟小鳳即時過來回救 這邊救的時機還不錯 把對方的肉麻解決得差不多了 這邊再直接關死 看情況的話看要不要再直接喔 再稍微圍一下 這邊直接圍 後面直接再包一個打 直接再打到殘血 剩下兩隻肉麻 這邊打算直接不空 哇完美台灣隊直接全部收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地方 博光蒂拉四隻刺頭來到前線 要來看一下庫曼 與克勞德在幹嘛 但克勞德這時候已經點到城堡STAT 那開始再出軍營要來點這個馬舟了 那沒意外的話 克勞德可能會選擇三馬舟開局喔 那三馬舟開局最強大的地方是 一個可以三級重裝騎士喔 另外兩個馬舟就可以繼續出騎士喔 那剛好庫曼這個 不好意思我要更正一下 不是重裝騎士喔 是升級這個品種阿 或是耕種技術 所以三馬就開局的話 算是伯根 不是伯根蒂拉 這個庫曼的喔 一個比較強勢的開局方式喔 但是其實最近的庫曼的Meta 有些人會選擇出這個草原騎兵喔 不一定會出到騎士 那我不確定喔 團戰在打這個草原騎兵 會不會有優勢 因為草原騎兵是很害怕這個馬功喔 或是工兵路線喔 果然這邊是三馬舟 那這個算是比較常規的庫曼的 雙TC 上去之後 城堡時代會打的一個戰術 好 那下方這邊 小鋒加上DS的小鋒 已經來到了曲德羅倫的下方 這邊直接卡位 天空熊這邊卡位卡得很不錯 直接卡了一個窄口進去 讓對手來不及直接為家 只能往後拉村 這邊還有小宮 還有村民 直接往後撤 但是這邊只打到翼村 好像有點可惜 但天空熊這裡沒有控好 哇小小的微妙送了一下 因為這時候天空熊在開3TC喔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控好自己家裡 還有這個落馬狀況 天空熊直接3TC 惡農惡木 直接經濟全部開始暴農 那蒙古這個文明喔 強大是他的後期 所以確實天空熊現在開始農的話 然後其他隊友爭取時間 那就很有可能 蒙古圖記憶出來之後 就會回天滅地了 想殺誰就殺誰 而且這個蒙古圖記憶打攻擊器 還特別快速 對方即使出了衝車大車隊 出來撞的話也不容易打得贏 因為這個馬攻射速實在太快了 好 博更蒂這邊點一下重裝騎士的升級了 差不多也要來打這個騎士喔 重裝騎士爆 但是博更蒂這邊沒有三馬舊 這個也是個細節 有些博更蒂移上城堡實在會打雙馬舊 三馬舊 但是這邊是為了要選擇開3TC開農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全力開爆騎士 好 韓國這邊果然出了馬戰車 韓國的馬戰車加上頭死車的壓制 其實蠻強大的 那算是偏後期 前期的話還可以用僧侶去做一個處理 那到後期的話要特別注意韓國團戰的頭死車跟馬戰車 好 那這邊也要再做一個追逐 上方這邊是有狼J 那這邊雲大在外面開一個眼睛 那天空熊在前線 開了一個TC 要來穩定一下木頭去喔 後方有開個TC 其實目前大家開TC的一個進度都蠻快的 台灣隊打的偏濃喔 但是義大利隊也是蠻濃的我覺得 而且還蓋了兩座城堡 朝鮮這裡蓋了一座 上方還幫博更蒂稍微蓋了一座 總共蓋了兩座了 看來很明確是要來打這個馬戰車了 好那庫曼克勞德這邊是選擇打這個駱駝 而不是草原騎兵喔 看這個就是證明了我沒有看RP阿 所以有些戰術我可以說得出來 但是他們會出什麼兵我真的猜不到阿 有些觀念是可能我也是比較差一點 或是舊觀念喔 所以有些東西不會講得非常正確喔 但有些戰術十之八九不離死喔 通常都只能這樣打 因為打其他戰術就是偏爛而已 這有點像是卡牌的這種 最佳解跟最爛解的一個想法喔 CD我也是可以稍微套入這種卡牌上的觀念喔 不是一就是二這種感覺 那通常我都只會講最好的一個打法 那吃藥打法的話 其實也不算吃藥阿 就是不是那麼主流的方式喔 因為團戰來說太順行萬變了 很多搭配組合會因為是 對方出什麼兵種做一些調整喔 不會一直出原本的 單挑會出的一些兵種 或是一些特殊打法 因為庫曼團戰打草原騎兵的情況也有 打騎士也有嘛 打駱駝的情況也有 所以這會打什麼真的是說不準喔 好 那這邊瑪峰開始射 DX這邊是達達 但達達這邊的優勢很明顯 並沒有非常誇張 因為達達這邊目前算是有母子環 射速很快 但是沒有彈道學還是另外 喔 這邊中集火了 吊殘血一些村民 但是後方驅逐人已經過來 小豐 羅斯人的騎士要趕快退一下 喔 不是羅斯人 羅斯人是那個斯基帝國士的名稱喔 是阿富人 好 克朗德這邊直接用駱駝 擋住對方的重裝騎士 那這邊馬戰車的數量開始多了起來喔 西馬戰車也是蠻好打駱駝的 但是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韓國不太敢回頭射 邊打邊射 可能看情況不妙喔 不太敢回頭打 或是在空家裡的關係喔 這些馬戰車送的數量其實有點多 順帶一提 庫曼是城堡時代直接免費送跟重技術的喔 所以他只要上層點這個品種就好了 那到地龍時代庫曼的話 騎兵是跑輸最快的文明喔 下方天空熊也是出駱駝怪之援 現在是駱駝狂暴 直接打一個交戰 喔 這不是天空熊 這個是驅逐羅倫的駱駝 OK 天空熊 天空熊 天空熊你根本也出兵吧 出駱駝怪怪的吧 應該直接出蒙古圖記吧 對對對 出蒙古圖記就對了 剛剛把灰色看成黃色我是不是累了 最近工作又開始變吧 我盡量挑我精神比較好的時候來播 不然有時候工作已經十幾個小時了 然後突然又要播比賽喔 真的是講話有點神智不清喔 不知道在講什麼 好像一直含爐蛋的感覺 那之後的工作就沒那麼忙喔 就可能可以一天上兩部影片喔 都有可能 好這邊克勞島這邊直接被做個包夾的部分 重裝騎士上面包起來後方的馬丹的無情輸出 導致克勞島這邊數量喔 本來十幾隻的駱駝只剩下六隻喔 那這波交戰感覺讓克勞島不能再這麼照鏡喔 可能需要扣一下隊友喔 等一下這個天空熊 蒙古圖記農出關之後再繼續打比較好 好像要再一直冒然往前的話 可能會被韓國跟這個 伯恩蒂的重裝騎士喔 一直圍毆 這個數量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但是這邊打打的一個優勢出來了 只要把馬弓壓在對方高低上喔 就可以稍微吃到這個 打打的高打低的額外傷害的加成喔 但是這邊還有第三加怪了 屈子羅倫加上伯恩蒂的重裝騎士 直接過來碾壓 那這邊一個重點核心是 DS要如何點射喔 DS如果可以一直瘋狂點射 換掉更多單位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反打的 但是如果現在下第一處的話 其實有點危險 好 那這邊稍微可以反打回去 OK 好 那這邊第一個上帝王時代的是 是我們的 喔 哇 果然是 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 果然是要打最大後期的 相公直接出 完蛋 然後我們之前的影片喔 有說到相公遠防很高喔 千萬不能跟他打 馬弓不能打相公喔 所以這個相公也是 counter對方的馬弓喔 所以也是可以來counter打打的 還有這個蒙古突擊的 但我不確定打蒙古突擊 是不是也這麼好用喔 打一般馬弓的話 相公是沒問題的 打蒙古突擊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變成 六四開吧 優勢沒那麼大了 好相公出來之後 這邊會怎麼打呢 那這邊我覺得 台灣隊喔 現在要打的方式 可能是要用斯拉夫人的頭車喔 用重頭 直接去砸自己相公喔 可能最實際一點喔 但是要特別小心 要特別小心對方的火炮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要農出重型頭子車 目前斯拉夫也是需要大量經濟喔 現在斷兵的話 對手可能就會直接造勁 那前線騷擾可能也會騷擾不成喔 那就要看一下 現在隊友要怎麼溝通喔 現在斯拉夫的選擇是 可以把兵拉回家防守 或是跟打打再繼續往前騷擾 兩種做法 那如果斯拉夫覺得自己家裡防守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話 那就繼續往前吧 城堡一直往外查就好 那家裡如果一直遇到這種情況 一直家裡BBQ 那變成英大利人喔 會有個問題喔 他到底是要回去防守呢 還是要繼續進攻呢 這對他來說是一個考驗 那這邊去的路人 還把這個洞我想要堵住 但這邊直接把一個洞打開 又再繼續了一次 這邊是選擇回守 沒有直接貿然造勁 但是孟佳人大象在湖中間左右 想要做一個進攻的動作嗎 但是又回去了 那上方雲大 這邊繞了幾隻駱駝 結果好像有點稍微撞提西跟城堡 那好家在 伯根蒂這邊沒有點彈道的血喔 大部分駱駝也是躲掉了 好 那斯拉夫馬 天空熊龍到地龍時代 蒙古突擊也總農得出來 蒙古突擊出來之後 上方的戰局可能會完全大大改變 下方的DS的馬弓 加上小風的一個騎士 那騎士的重點就是當肉盾喔 要來幫這個馬弓喔 防這個傷害喔 不然這個駱駝傷害打馬弓實在太痛了 但是駱駝打騎士也是超級痛 哇這就是駱駝比較厲害的地方喔 直接Counter兩種單位阿 馬弓騎士 雙響炮 但是馬弓呢 集火也是很好殺掉駱駝的 因為駱駝本身遠防就不高 所以這邊駱駝要打得以馬弓的話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更多的駱駝去淹死對方的馬弓喔 才有機會 那上方這邊雲大的駱駝也在繼續做騷擾 那下方 蒙古突擊去了哪裡 到這邊 哇天空熊已經照進到了後方了 直接深入敵軍後方經濟 那這邊部分 其實雲大也是有被砍了一些 對方博恩帝已經開始帶出馬上輕重兵 講自己的重裝騎士 還有帝龍時代之後可能還會馬上輕重游下來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台灣還是有個優勢在的 但是優勢我覺得並不太會持續太久 因為這邊 A大一人後期的馬戰車是很難處理的喔 還有這個趨著羅倫的後期的一個中期的這個 殺騎馬 加上駱駝的一個騷擾 也是非常煩 那相公也是喔非常難處理喔 相公存在有點像是馬戰車喔 馬戰車的稍微強化版 非常難纏 血量300滴血 攻擊力7加4 然後遠防還有這個 遠防是8喔 他這防禦還沒點完還差2防 2加4而已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台灣隊要怎麼打這個組合喔 那目前台灣隊的一個策略喔 是想要先擠垮異果喔 先把驅逐羅倫這邊打爆 那確實驅逐羅倫經濟也是很慘 他已經很久沒有在種田了 但是這邊上面有大量的馬弓直接 只是馬弓下弓直接過來 加上搭配戰車 結果柯勞的駱駝直接被擊破 這邊有點順便個個擊破的感覺嗎 但是這邊如果直接硬上打馬弓跟戰車的話 這些馬弓好像也是白給而已 然後這邊馬弓趕快去撤退喔 有機會再去騷擾就可以了 那DS下方也開始築起了高牆 開始要來防守 他開始意識到局勢不太對 那上方伯根蒂直接要來破這個房子喔 這邊沒有上第二層大死搶 有點尷尬 這邊如果直接被打破的話 自家貿易可能會有點難起 因為這個時候是要來跑貿易的時候了 克拉德補下兩個刺激準備要來跑貿易 但是這邊直接門戶大開 貿易路線可能會受到危險 好那這邊天空熊拉了很多的 哇我這邊按到顏色了尷尬 尷尬 好 可能會全射 好那這邊蒙古圖技直接大爆射清射一波 但這邊好像人在繼續打嗎 上方有這個清茶 但清茶沒有空好 雲大這邊電一波清茶直接送了一些 好但是這邊南產的相公還是在喔 沒有關係蒙古圖技射巨型投資機P3很高 順便可以射掉 目前數量上來說的話 其實天空熊技術算是不錯的喔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喔 但是這個相公要怎麼辦呢 相公要趕快出頭車嗎 還是直接出衝車來吸傷害就好了呢 好這個是台灣隊的一個問題 台灣隊一定要想辦法去解決戰車 跟這個相公的問題 博恩第一跟曲折魯倫的問題喔 反正是沒那麼大的 重點是這個相公跟馬彈車 是目前台灣A隊比較難處理的東西 真的要處理掉的話 可能要大量遊俠 但目前台灣A隊有遊俠的文明 也就只有克勞德而已 那你會說小豐 斯拉夫出貴族鐵騎呢 但是貴族鐵騎本身遠防並不高喔 但是只有近戰防禦很高而已 所以斯拉夫如果要來幫忙的話 也只能出頭子氣喔 出這個奴炮啊或是頭子車喔 但是打相公跟馬公來說的話 我會更推薦用頭子車去砸 效果更好 所以你看這個相公場聚在一起喔 如果頭子車直接砸下去的話 通常會直接頭破血喔 所以我覺得這邊 斯拉夫人趕快轉出頭車的話會比較好 而且斯拉夫頭車又便宜嘛 對不對 早點出早點省 也是OK的 那目前馬公怎麼跟對方的相公車都是會劣勢的 你看這個血量掉得非常快速就知道 馬公跟相公打基本上是零賺 一點都不賺 一點都不賺 而且還虧爆 好 上方利用蒙古圖技的機動性喔 加上這個攻速喔 一直擊退伯恩帝的一個騷擾 好 鄭相雙方都已經開始進入貿易席了 鄭相公依舊無法處理好 這邊第一時間來射這個巨型頭C 直接射掉 這邊天空熊出了兩台衝車 重型衝車要來得加步了 好這邊衝裝一波 直接要來撞但是沒辦法 博恩帝的馬上清裝兵在後面一直輸出 從車到半路就直接被拆掉 台灣隊這邊感覺陷入苦戰馬丹車 跟夢攻的孟加拉真的是很難纏 疾兵過來也不一定戳得到 戳得到也是世界習慣喔 哇這是世界習慣耶 一言不合就給我看世界習慣 哇這邊大象直接被戳爛 好果然喔 剛出的兵還是要出 其實是有點稍微被counter的情況下 只要能成為極戰力的東西 都可以拿來使用 好這邊這邊戳個一波 下方的馬相公已經死得差不多 不只剩下韓國的戰士 這個馬丹車這邊想要守住窄口 好中間這邊台灣隊 台灣A隊天空熊加克勞德 還是很努力想要進攻博恩帝 博恩帝這邊喔 可以適時的考慮轉出民兵報一波 在趁現在台灣A隊經濟還沒有非常完善的情況下 去出可能還有希望喔 那如果是這個時候點出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因為目前天空熊 有這個蒙古圖技的關係喔 所以聰明基本上都是當標靶在打的 所以現在不要按革命反而是好事喔 最好是趕快繼續利用自己強大經濟喔 去農出遊俠啊 或是馬上輕鬆兵喔 大量的部分喔 去抵抗對手 那克勞德這邊就做得很不錯喔 直接出了大量的遊俠 直接上前硬抗這個相公的傷害 後方的馬弓 直接做一個出來打擊的動作 直接把裡面出來的聖女 直接把他射掉就沒問題了 直..直..直..直存你 巨型偷吃機直接射掉就沒問題了 好馬上輕鬆兵 這邊數量很多 但是一出來一直被射掉 哇你看這個 射速還是很快 好下方這邊 馬弓數量其實也OK 但是這邊馬戰車數量好像有點變少了 這邊斯拉夫疾病做到領事情 王者是從 攻擊擴散的疾病效果還是不錯的 那這邊大量的遊俠直接一人上來 相公直接被砍爆 果然相公跟戰車就是讓遊俠砍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哇這邊義大利打出了GG 我沒想到台灣第一場就贏了耶 哇我以為台灣第一場可能會陷入苦戰 但到後期沒想到跟我想的差不多耶 真的是用遊俠硬A上去 但我沒想到這邊斯拉夫是用幾兵打贏下方戰車的 這個馬戰車通常只能用遊俠 不然就是用頭車直接把對方砸光 用馬弓是不可能打贏的 因為馬戰車遠方有7耶 那你的重裝馬弓攻擊是7加4 你射他只有4滴血而已 所以這個結局有點讓我出乎意料啊 之外啊 沒想到相公直接被克勞直接硬生生砍死 然後天空熊後方 馬弓是主要去拆對方工程器的工作 巨頭啊 衝車啊 或是頭子車之類的單位 全部都被解決掉了 反正是天空熊在這場的影響力 只有在中期那段時間比較大 那到了大後期反正是克勞的遊俠拯救世界 當然天空熊的蒙古突擊也是有做到一定的威懾力喔 在這中間這個地方有燒得到非常多的東西喔 也使主要讓對手感到到這個蒙古突擊的壓力喔 還有中間這一圖的這個進攻喔 其實都有做到事情 但其實最後的壓垮敵人最後跟稻草反正是雲大 雲大的遊俠 加上這個小豐的一個疾病的威力喔 那反正是DS的馬共算是一個防守線而已的概念喔 主要進攻反正是靠小豐喔 加上克勞德直接殺進去喔 主力果然是要靠近戰還是比較給力一點的喔 好那我們稍微看他經濟喔 就馬上來看下一場比賽吧 那經濟部分 克勞德果然是MVP啊 經濟最好 雙TC 封建實在雙TC 看上去就是不一樣 那這邊伯根蒂跟曲折羅倫 算是一個比較主要的一個攻堅力量 但是曲折羅倫 早就在中期的時候被台灣A隊喔 這邊被針對到了 所以曲折羅倫沒辦法發展得很好 導致這邊韓國到了中期 只能一個人單打獨鬥 那孟加拉人也是要扛起一國 一打二的一個狀況 所以導致後期有點變成四打散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曲折羅倫中期沒有被台灣A隊騷擾的話 我覺得義大利B隊可能還是有機會可以扳回一城的喔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吧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 那第二場比賽的地圖也是相當特別喔 一開始大家都被圍在這個樹林裡喔 如果到外圍去挖資源的話 你要把這個外圍的樹先挖開來喔 那挖開來之後呢 外面才有這些黃金喔 才可以做一個挖掘喔 那旁邊這邊也有一些石頭黃金 所以這外面的資源爭奪戰也是蠻重要的 但這一關有點像是特索什麼斯拉島的喔 就是一開始大家都在很極限的一個島裡面喔 這個距離是非常近喔 走個幾步就是鄰居家了喔 所以你要到外面擴展出去喔 也要得看對方給不給面子喔 讓你有這個機會喔 去外面擴展 所以這場地圖有點像是死鬥地圖 好那這場比賽一樣我也是沒有看過 還有結局喔 還有這個中間的對戰的結果 那我也是用實況方式來播放比賽的喔 所以可能有講錯地方喔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好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台灣隊的一個文明選擇喔 台灣隊的文明選擇是選擇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話是在團戰來說 比較適合的一個文明喔 他是團戰的一個超級大將 賽爾特人可以說是團戰無敵 然後單挑來說也是蠻強的 因為賽爾特人有一個特殊招式喔 叫做聖層聖頭戰術喔 那這個戰術呢是賽爾特人喔 玩起來是偏強的一個玩法 雖然其他文明也可以打聖頭 但是賽爾特人喔 玩起來是特別猛的 除了是他的工程器攻擊速度很快之外呢 他這個伐木喔 是全遊戲裡面速度是最快的 因為他本身就有天生的20%的伐木加成 所以你需要大量工程器木頭的時候 這個文明就非常強勢喔 這個資源有了 然後攻擊速度又快 然後聖屢也可以正常的做 對方要出騎士 看你的工程器的話 投車就可以直接砸光喔 所以賽爾特人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喔 好那我們再講一下黃色喔 那這次文明我們都稍微帶過一下就好 因為我之前 不是之前啊 就是前幾天喔 就有觀眾在抱怨說 我團戰文明講太久了 好確實有點講太久了 我有點太習慣用單跳方式去講文明了 好那黃色是這個 欸這有幹嘛 沒事沒事 好這邊應該只在聘一下對手的一個位置而已 好 那保加利亞人的話 算是比較偏強軍事的文明喔 那他可以打馬功跟這個寶兵喔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啊 他的肉馬呢也是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有這個33%的攻速加成 但是需要研發馬凳科技喔 那我不太決定保加利亞人打這個 團戰來說效果會如何喔 因為我個人覺得 不太優的感覺 因為他真的是很強軍事喔 欸這兩個在搞什麼 欸這兩個村民在搞什麼 欸欸這兩個要開稿是不是 要來維資源感覺很像 好大家的汁頭都跑到這裡來 好那保加利亞人的話 他有這個工程器喔 科技減半的費用 好那兵工廠也是喔 所以他可以考慮打工程器 加上馬功喔 什麼大衝車配馬功 或者是直接配寶兵喔 都可以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立陶宛人 我怎麼覺得這場會出事啊 我怎麼覺得 台灣對這場選的 文明不太適合這張圖的感覺 這個是不是有點否放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嗎 因為賽爾特人本身來說 要打出他最強勢的地方 也是需要撐到後期喔 但這場土很明顯 要撐到後期也不容易 除非打一個直層 升頭戰術喔 那就另當別論 好但我不確定啦 這個團戰太多變化了 你不能用一個優劣 簡單優劣來分析誰輸誰贏喔 我覺得這樣太單純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阿茲特克 那阿茲特克呢 也算是單挑喔 團戰都算是蠻不錯的文明 那團戰來說他會搶的原因 是因為他本身經濟就不錯 要來出這個老鷹爆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順帶一提 阿茲特克 像這種南美做文明喔 再來打這個團戰來說 老鷹爆來說是 對手會很難擋的 尤其是這種距離很近的情況下 出這個老鷹爆 其實對手是很難解的 因為對方一定要出大量老鷹喔 或是常見兵喔 去防守 才有可能喔 去解得掉這些老鷹喔 因為本身用僧侶是沒法解掉的 因為老鷹是打這個僧侶有外傷害的 而且還有抗招降能力喔 所以老鷹其實是不太好處理的喔 在城堡時代 好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波蘭喔 波蘭在這個地圖的話 應該是會打一個塔公公 塔公公的話就是插六王塔 然後裡面鑄進小宮喔 增加這個劍塔的傷害喔 那本身波蘭挖石頭 會有這個黃金喔 會慢慢跳 所以會補正一些黃金上的遺憾喔 那本身波蘭喔 村民還有這個回血的功能喔 欸這邊直接要來TC爆 哇靠太狠了 波蘭這邊TC爆呢有機會嗎 這邊DS拉了大量村民直接過來解 但是對手波蘭直接 無視對手直接開啟了 城門想要來把這個TC給蓋起來 那如果這邊能蓋起來的話 小楓可能會很慘 但是小楓這邊沒有拉太多村民過來 因為他的村民大部分都在吃果子 還有在後方挖伐木的關係 所以家裡前面TC村民的人數並不多 但是DS這邊直接很義氣的 拉了非常多村民過來防守 哇這邊DS的反應速度非常快速 對手這邊很有可能 TC會蓋不起來 而且村民會直接全部送光喔 這邊TC還有70幾% 但是我覺得好像快沒有希望了 欸欸欸但是變80幾%了 哇後面更多村民補了過來 但是90幾%又停了下來 這邊村民能夠全部解掉嗎 哇這邊一隻 哇直接變DOTTC 平常是DOT寶就算啦 哇這邊直接變成DOTTC啦 哇這邊趕快再把這個TC圍起來就好了 好不要讓對方有機會喔 去蓋到就可以了 好那波蘭石子上已經是滅國狀態喔 村民樹只剩下8隻村民啦 哇那這邊我覺得真的是不妙 好那這邊 意大利 意大利伯伯這邊是選擇了 好選擇了打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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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這個也是TC爆 但波蘭打TC爆我確定是不是好事欸 那波蘭打TC爆有個優點啊 就是他村民移動速度很快 可以盡早到對手的領地喔 去蓋TC的動作 那目前波蘭這邊應該是沒救了 TC也直接低調了 那後續條盾 剩下條盾跟這個高敏喔 沒有TC爆而已喔 那其他兩家都打TC爆了 但我覺得台灣隊的反應真的很不錯 除了這個有被他蓋起來之外 這個是這個是誰誰被蓋了 這個雲大 雲大直接被蓋了一個TC爆喔 但我覺得以雲大的實力來說應該是不成問題喔 看他經濟配置來說應該是可以鎖住的 因為他這邊挖木頭人其實夠脫了 那為什麼是挖木頭人 是因為TC爆的話 那你要修理TC的話是需要大量木頭的 木頭要非常多才可以修得回來 不然很容易挖一挖 自己就沒木頭 然後沒木頭 然後馬上就沒辦法修理喔 TC就爆開了 這個就是一個對應TC爆的一個做法 那通常會拉2到3吋喔 在後面修理 那雲大這個做法是相當極限的 你們看這血量 有時候還會降至是剩下400多滴血喔 所以盡量是拉兩吋 拉一吋的話可能會修不回來喔 像這樣子 但是拉一吋的好處就是經濟上 可能不會損失的那麼快速喔 但是雲大這邊實在是太極限了 一定要拉到兩吋喔 這是一個TC爆的一個修TC的細節 好那這邊波蘭再次嘗試使用TC爆 想要拖完一下對手的一個進程喔 那目前看起來DS也是穩穩上去的 其實也沒有很在意對手真的對他TC爆會幹嘛的 而且這邊TC也殺到10吋喔 把這個TC的傷害最大化了 基本上是最大化了 可以再上 好那這邊直接 哇靠這個蘇拉庫瑪天空熊又來直接開稿 直接前線 蓋一個箭塔 那這邊直接用拳套直接開扁這邊馬舊 但是他是不是忘記馬舊其實可以從這邊出來的 他其實可以存馬然後從右邊這邊出來 而且這邊 然後這邊是他自己圍的 好但這邊也是 但這樣真的好嗎我不確定 他已經在存馬了耶 好看到對方存馬之後 天空熊決定不繼續打了 好這邊有出幾隻斗笠 直接做騷擾 好那雲大的赤火也再過來 好那這邊 高免直接下了一個塔 要來直接反制 這邊趕快收穿到後方的釣望塔 可以增加箭矢的傷害 但這邊可能有點太晚了 對手拉了非常多的一個村民 這邊只要把殘血的村民拉走 這個箭塔還是可以騎起來的 而且這個還是對手的領地喔 待會對手再拉更多滿血村民 直接下來拆這個廖望塔 基本上天空熊這波進攻已經失敗了 然後後方這邊再補一個箭塔 那就另當別論了 這第二根插得很好 而且對手沒有第一時間 拉村民過來防守 這個是一個失算 我覺得 他可能覺得這樣插這根塔起來 對手就會放棄喔 說不知天空熊這邊再騎一個塔 這個結果就會差很多 但是這根塔 可以跟對方對射之外 後面這個塔還可以繼續輸出的 所以變成雙塔隊 但不一定喔 我覺得這個結果有點難講 天空熊這樣打的話 其實也不會說到非常優勢 算是有稍微可以 稍微克制對手的一個反制方法而已喔 並不是天空熊就完全拿到上風了 好 那這邊TC爆 哇靠這邊藍色 薄薄直接再爆一個 把雲大的TC爆掉之後 再來直接爆天空熊 哇 太狠了 那雲大直接把TC蓋在後方 終於把這個外圍的木頭挖出去了 好 那天空熊直接變成第二個 T4櫃 開始被TC爆的狀況 村民也是拿取拳套開始扁 那波蘭這邊拖的時間也很久 也確實拖到了 這個DS喔 村民10村的一個採集時間 這10村一直在TC裡面 一直在射擊 不射又不行 那這邊小風 肉麻開始去想要找東西打 但是其實沒有太多機會可以打到東西的感覺 大家要是基本上圍著死死的 欸 但是條頓這邊肉麻直接賺了一個動靜 來 我的天毀天滅地 克勞德這邊村民是不是要創賽了 但是右邊有小鳳的長壤兵過來做支援 克勞德後面的赤頭也過來幫忙了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但是這邊是 欸 一個村民逃出去 然後其他村民在裡面死鬥 好 這邊繼續再爆 好 那目前 欸 這邊這個馬就怎麼被打掉了 這個怪怪也是他自己滴的嗎 好 那這根金塔果然喔 天空熊沒有拿到任何的優勢喔 這根金塔確實也是守下來了 好 那天空熊這邊 修TC要開始發資源去修 所以前線的一個防守或進攻來說 會被削弱一些喔 所以這邊高免就有一個足夠時間的發展 那我覺得現在最關鍵喔 就是兩邊的內架喔 要如何打出東西來喔 是個重點喔 那目前看起來兩家要內架 如果要真的硬打起來的話 目前克勞德已經爆開的情況 只能靠天空熊 天空熊是選擇 選擇賽爾特人 然後現在又被TC爆 這樣的話其實不好打欸 因為他沒辦法上城堡時代的話 對天空熊來說 賽爾特人有跟沒有一樣 好 那阿茲這邊也是喔 阿茲也是要到城堡時代有老硬喔 才可以對對手有效的做一個突襲 那如果現在是要靠立陶宛 的話 也只能出騎士喔 好 那也就只能靠這個騎士爆去打 或是直接蓋這個 銀壘推也可以喔 那就看一下小楓要做什麼一個處理喔 那目前小楓是沒有挖石頭的 所以銀壘推這個打法應該是不成立的 可能還是會比較偏向於打騎士爆的可能性喔 會比較直覺簡單一點 好 那高綿這邊有這個天生能力喔 村民可以躲到房子裡面 這裡面躲了五個村民 好 那目前各地看起來都大局已定喔 天空熊前線的進攻也沒有做到非常多的騷擾 而且這邊劍塔還是雙塔 差輸了 就是跟我說的一樣 並沒有占到便宜 好 那天空熊這邊TC直接爆開了 看起來是博妙啊 天空熊 天空熊這邊 哇 這個博博TC爆打得蠻厲害的耶 他居然就這樣子直接爆掉兩家 而且是台灣兩位頂尖高手 天空熊跟雲大TC 就直接這樣被爆開了 爆破TC 好 那這邊會直接ALL IN嗎 還是要把這邊村民直接圍起來 圍大石牆 這邊有機會圍嗎 欸 有機會 哇 來不及 哎呀 天空熊 再快個幾秒鐘就有機會啦 這個城門蓋的沒有非常及時喔 他這邊有點太貪心了 其實這邊直接插一個城門就好了 好 那這邊直接被抓包殺個一村 有OK 好 那這邊天空熊的農田可能要稍微低一下喔 不然農田可能會被對方幹走喔 像這樣子 對方的村民只要過來按一下農田喔 就可以把這個農田給變成他的喔 所以這兩塊農田看要不要低一下喔 還有100多肉喔 好 那克勞德這邊經濟也慢慢轉回來 等一下城堡時代喔 其實農田數也是慢慢變多了 好 那這邊其實也可以期待一下 克勞德的一個騎士進攻 好 那立陶宛小峰後面蓋起了TC 前方的話目前要開始打的話 騎士第一個目標就是要先去打 那一家喔 像是 高綿阿 還有這個青色喔 這個條盾喔 這兩家一定要先用騎士去處理喔 不然可能會出事 但是目前高綿已經上到城堡時代了 真的要打的話也是有點困難喔 那我覺得小峰這邊其實也可以不用喔 出太多騎士喔 就是早期出個大概六隻或八隻十隻的騎士喔 照去前面擋一下就好 然後後方趕快開農喔 也是個選擇喔 即使戰略就是沒有絕對的喔 文明的優劣一定是有的喔 但是並不是說一定劣就一定是會輸的喔 優也不一定會贏喔 這是完全各憑實力的一個遊戲喔 好 結果農田沒有低調被幹走了 果然 哇 天空熊這邊有點太忙了 沒有時間去管制縣農田了 好 那我覺得對手已經做得很好了 哇 這兩隻騎士直接抓到天空熊挖石頭的村民 哇 怎麼辦怎麼辦 這邊村民可能會全部被收掉嗎 這邊又沒有DC可以去躲 但這邊有少量的村民直接做伐木 還把這邊圍起來了 好 那騎士出來之後天空熊也不能做騷擾 好 小峰果然拉了幾隻騎士到了後面 條盾加里喔 還有這個高明後方 想要來做一個處理的動作 但是目前要處理到村民是有點困難了 條盾也是要準備上到了城堡時代 好 那DS這邊也是點下城堡時代 但是波蘭這邊還有點困難 波蘭分數只有307 村民樹 很慘 村民樹只有少量的11村啊 哇 那目前感覺台灣隊是穩了 基本上是4打3了 但是我覺得天空熊怎麼也快沒有呼吸的感覺了 哇 這邊直接用村民開打一波 連伯伯的村民也來參一咖 拿拳套去扁長槍兵 長槍兵直接被解掉 好 那這邊天空熊村民已經降至剩7村 但是比對方的波蘭還是好上很多 對方的波蘭只有18村而已啊 好 那終於條隊也上到了城堡時代 終於可以出騎士了 好 這邊打得很兇 克拉德這邊騎士出來 對方的騎士有點多 直接來摳小鳳騎士過來做一個團戰圍毆 這邊圍毆的效果不錯 哇 直接痛擊的高免騎士隊伍 直接吃掉3隻騎士 然後再用剩下騎士去打村民 哇 這個成效非常的讚啊 好 那克拉德終於也上到了城堡時代 那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我覺得應該就沒問題了 因為克拉德本身是一個強軍式文明 這個兵工廠科技是減半的 這個二級防二級攻可以輕易的點下 基本上沒有這個經濟攀升的問題 你看二防直接就補上了 而且一攻也有了 好 那這樣一直持續強經濟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穩 十拿九穩 這邊騎士也是少兩燒了 那這裡就要看DS囉 DS這邊TC 還在狗 然後這邊照兩台投車 這邊開始補修道院 阿茲的修道院也是很強的 生驴血量很多 剛好對方高敏也是出騎士 也可以招響做防守 或進攻撿生物都可以 這邊是直接打生驴戰喔 完全沒有要打老陰爆了 那其實阿茲還有另外一個打法 就是生驴 也是生驴戰術 而且阿茲的生驴更難產 直接縱裝長掐兵 加上三台至四台投車 然後後面大量生驴加長槍兵 直接一直往前推 他的騎士過來直接被找走 輕騎兵過來直接被長槍兵給戳爆 這個就是阿茲的生驴最強大的地方 看來DS要走一個比較吃手術的路線 好那小鳳這邊立陶宛 第一時間是攻擊伯伯 是TC爆的玩家 但是後方一直有高敏騎士來支援伯伯 這邊的一個經濟發展 但我覺得他應該也是很難發展 好那小鳳這邊除了打下方的以外 這邊也是有在派一些騎士 想要去來騷擾條盾 但是後方綠色 高敏已經後面開出了3TC 在後面開農 但是這邊是天空熊領地 天空熊這邊已經按了幾隻長槍兵 也點一下城堡時代 準備要來做第二波進攻了 我覺得天空熊這邊其實損失這麼多村 還可以這麼早上城堡時代也是不容易 雖然已經到了32分鐘 有點算晚的感覺 但你要想天空熊前期也是做了很多事情 有插塔或是騷擾都有做到一些事情 雖然最後被抓掉一些村民有點虧 好那波波這邊出了少量斗力 想要來稍微抵抗 但是面對一攻二防的騎士來說 其實抽下去傷的也沒有很高 好那這邊小豐立陶宛 出了更多的騎士了過來 那立陶宛這個文明呢 沒減一個聖物就可以增加一攻 結果 義大利第一隊打出了 GG 哇 台灣隊真的是穩啊 看到波蘭這個TC爆 失敗 其實就已經大局已定的感覺了 因為4B已經會變成4打3喔 我們台灣隊會有4國活下 那波蘭這邊直接被滅過 有點慘 但我沒想到是打TC爆 不是打塔公公 因為TC爆有點算是賭博性質的一個打法 你只要一失敗 基本上就沒有機會可以挽回 就像這樣子喔 你一失敗 插下去就爆了 但成功的話就可以像伯伯這樣子喔 直接弄爆兩國 的機會也是有的 但雖然有可能是說弄爆啦 但是你弄爆不一定也會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喔 有可能對方用對應很快啊 存夠多資源之後 直接往後面開TC喔 像克拉爾的這樣子喔 直接再把經濟再農回來喔 然後再把你的反打一波喔 那你這個TC爆的意義 就沒有那麼大了 但是我覺得很關鍵一點是 天空選喔 也是因為這樣子喔 去前線有去騷擾對方的內架喔 所以才導致對方內架沒有那麼快農出關喔 所以導致TC爆的效果就沒這麼好了 因為TC爆的一個團戰重點喔 就是TC爆去拖對方一到兩個文明的一個上層實踐喔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內架喔 極速上層出騎士去打 或是出打一個生頭戰術喔 但我目前覺得 我覺得天空熊也是有意識到對方打TC爆的關係喔 所以馬上第一件想的事情就是 不是農喔 不是要直層喔 而是趕快去打 插劍塔去殺我對手 不然其實蘇拉庫瑪這邊是賽爾特人喔 打這個生頭戰術是更適合他這個文明的喔 但是他直接果斷上層喔 直接去騷擾喔 我覺得這也是天空熊很厲害的地方 非常果斷的 然後DS這邊出關之後 也是打了一個非常難解的一個組合 生頭長槍兵的一個戰術 輕騎兵擋也打不太住 這邊生鋁血量又很多 輕騎兵打大概要打4到5刀 才可以把這個生鋁給咀嚼到 所以這邊條盾其實一直屬於很被動的狀況 雖然條盾本身有這個抗招響的能力喔 但是遇到長槍兵來說還是蠻難纏的 好我們就稍微看他經濟喔 我們就來看下一場第三場的決賽吧 好那DS這邊經濟不錯 但經濟最好是小豐喔 小豐基本上每被騷擾到 基本上就是一打直層喔 直接騎士爆去弄了一波 但後續他也有開TC喔 所以導致他的後面經濟一直都很好 也是有一堆奇兵喔 所以我覺得小豐他這邊的判斷也是非常好 自己沒被弄喔 就是要來擔任這個重責大任喔 直接去弄爆其他4架喔 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場比賽吧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 那第三場比賽有點像是阿拉伯 確實喔地圖也是寫著阿拉伯 阿拉伯的話就是比較硬的地圖 就是有點比較考驗基本共 但是這一次大家 欸怎麼有兩個已經按直步了 欸這灰色是什麼文明 喔瑪雅 瑪雅按直步正常 還有一個是誰啊 喔中國喔瑪雅跟中國 OK開局按直步是正常 這兩個一開始就會卡人口 所以只能按直步技術 好 那我們看到 我們先來介紹義大利人選的 因為義大利這邊選擇的是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在團戰來說是其實蠻強大的文明喔 因為他的工兵有一定的優勢在喔 而且升級喔經濟也很好 那個初期的經濟也很好 而且他的這個頭車呢 在後期還有火炮都非常強大喔 所以伊索比亞在後期團戰來說 也算是一個首選文明之一喔 不是賽爾特 波西米亞 不然就是這個伊索比亞了 這三大團戰後期都很誇張的文明 都是一個蠻首選的 那再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 欸不是橘色是台灣隊 我們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匈奴喔 匈奴在團戰來說的話 發揮效果其實沒那麼亮眼喔 但是他也是可以做到一個 城堡初期喔 馬攻給對方的壓力喔 因為他的馬攻數量容易成形喔 所以給對方騎士的壓力也其實蠻大的 所以這個打法我覺得要看一下情況 才能判定這個匈奴團戰到底強不強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後方 後方中國 中國的話我覺得很沒問題喔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強勢文明 而且也不太適合新手 只要你開局開得好的話 村民通常都是會領先一到兩村的喔 那目前看一下這位中國玩家的開局 欸怎麼怪怪的 村民術只有稍微領先個半村 甚至一村的感覺 沒有領先到兩村喔 那他應該是沒有看之前的其他高手 中國開局的方式喔 之前我記得誰喔 我忘記誰了 開局 選中國 直接領先viper兩村 viper應該也傻眼喔 怎麼村民一開始就被領先了 但應該viper也不知道 但這個中國開局領先一村至半村 其實都是正常的 一般玩家來玩都是這種感覺喔 領先一村至半村是正常的 好 那中國的話 三攻三防步兵 全部都有 所以中國不然是打工兵步兵 或是騎兵喔 都ok的 所以他比較吃重於一項隊友的配合喔 那主要還是打這個中國聯弩 但中國聯弩手短 比較害怕火炮或是頭子車的單位喔 那後期的打法就是比較 依賴隊友的一個文明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灰色 灰色的話是瑪雅 瑪雅的話其實也可以打老陰暴 而且瑪雅的經濟前期是非常好的 那後期 還可以轉這個黃金國老陰喔 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那中期還可以稍微出一下雨射手 去做一個騷擾 那主要在外加的話 還是會先打二十二匹小攻喔 尤其是阿拉伯 二十二匹小攻 直接去用這個數量壓制對手 那到城堡時代 直接三個靶場喔 直接出三靶場 然後出奴兵的一個打法也是ok 三靶場對瑪雅來說 經濟負擔並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瑪雅來說 我覺得很ok喔 選在阿拉伯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選擇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隊 台灣隊這邊選的日本喔 那日本這個文明 在阿拉伯來說 優勢比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他本身是捕魚最快的文明 但是阿拉伯本身沒有什麼魚可以捕 他只能用一般的這個 小攻開局去擋對方喔 那如果是內加日本情況 好像只能出歧視喔 那本身日本在阿拉伯沒有太大的 一個明顯經濟加成喔 所以要怎麼擋瑪雅的話 有點吃重對我的接應嗎 或者是幫助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 那天空雄後方喔是雲大 雲大後試選的這個法蘭克 法蘭克人前期經濟就很不錯了 吃果有加成 打落馬的話血量是特別多 那我覺得剛剛我們說到的 日本本身需要靠隊友 如果打團戰外加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的輔助來說 就很ok了 基本上有大量的落馬 可以來幫忙或是騎士喔 那再來前期喔 中期喔可以讓日本度過一個 算是空裝期嗎 之類的喔 只要能讓日本度過到帝王時代的話 那日本的話就不會太差了 因為畢竟後面有日本武士喔 跟這個強弩可以打 還有這個軍警頭10機喔 快速拆撞都可以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馬扎爾 那馬扎爾的話算是強軍士文明喔 封建時代就可以打這個落馬 直接多一共傷害 那很容易就打出一個優勢出來 那我覺得馬扎爾 他比較難玩的地方是 他本身沒有任何經濟加成喔 所以在打落馬之餘喔 要怎麼把自己經濟爆起來 也是馬扎爾的一個課題喔 因為如果你落馬出太多團戰的話 你很容易 讓對方直接跳成跳上去喔 然後自己很容易打樹 這個情況是 馬扎爾比較常見到的 因為仗著自己攻擊力很高 落馬就不小心就按太多 團戰很容易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小鳳這邊落馬要怎麼按的 數量的恰當喔 是一個學問的 好那我們就看 大家目前都上到封建時代 那這邊刺頭最後再做個對應 二刺頭打二刺頭 但是一到封建時代 目前 欸小鳳這邊馬扎爾的刺頭 直接5加1 有異共優勢 直接反打沒問題 但是目前小葉葉 喔橘色是小葉葉 然後那小葉葉這邊 反打有點尷尬 直接被圍繞血量很低 哇第一時間 小鳳沒有回頭打這個綠色 不是綠色 藍色的馬 欸但是回頭直接砍死 哇 這邊1砍2砍爆了 哇 那就不虧了 好 那這邊 哇靠 伊索比亞直接19匹雙馬 雙這個射箭場欸 他這樣子打的話可能會 沒辦法直接點一級射吧 因為他肉會很缺欸 你看這個肉已經極限囉 雖然冰箭場是可以下 但是這邊可能要斷村 好 斷村去點 我不確定他肉夠不夠欸 肉有點極限 喔夠了夠了夠了 喔不好意思 人家來配置比較好 我的比較菜 哈哈 那因為他這裡是沒有選擇吃果 吃果的話可能就沒這麼快 好 那這邊不選擇吃果 直接吃米亞豬跟羊 全部爆食一波 因為其實吃羊的速度 是比吃果的速度還要快 那如果他這樣吃的話 就可以讓你點一級射下去 那剛好就不會面臨斷村的問題 那小宮也可以一直按 那這邊可能要補一下防走 不然等等會卡人口 好 那瑪雅這邊也是選擇了這個 雙馬救 不是雙馬救 雙射箭場開局 那這邊就是比較標準的22匹 雙射箭場 那之前我有出這個教學 那這個教學我也是說 團戰比較適合 單跳的話千萬不要用 很容易出事的 那之前也是有示範給大家看 單跳用22匹小宮會出什麼事情 我也跟大家分析過跟解釋過 為什麼 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的影片裡面 查看一些 22匹小宮標題的影片 好 那上方這邊 天空熊 這邊是選擇打射箭場 也是這個弓兵 那弓兵部分 我覺得這邊要怎麼打 也就是個問題 因為日本本身的弓兵數量 是絕對沒有辦法拚得上瑪雅的 一定要靠克勞德 好 那這邊 小夜夜 選擇是這個 越南 那越南外加的話 好處是這個 小宮喔 血量比較多一點 在前期對射來說 有可以多 坦個一兩下的一個傷害 為什麼說一兩下呢 這個血量36滴 對上人家30滴 大概是可以多擋一下 甚至兩下 但是如果人家是高低的話 就只能多擋一下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目前小夜夜這邊 其實弓兵數量不多 但是這邊 小鳳的刺頭有點跑掉了 第一時間 對手肉馬直接上來 想要硬打 但是直接損失兩隻肉馬 直接返回撤退 小鳳肉馬再度的跟人上來 那天空熊後方 這邊其實有被騷擾到 被殺了一村 但弓兵數只能歸在家裡 原來對手瑪雅的村 不是村民喔 小宮數量其實很多 但克勞島也沒有照鏡喔 這也不是克勞的耶 哇靠 這個是對手的中國的肉馬 克勞島是幹嘛 克勞島是直層了 哇 克勞島是直層耶 他不出肉馬 那應該是 我知道了 天空熊覺得說 他是日本 對方是瑪雅中國 要打的話 也可能很難打得贏 他不如就躲在家裡喔 直接圍死 然後請克勞島直接上層 直層出雙馬舊 抱騎士來幫他就好了 應該是這個 應該有溝通過喔 所以才做這個選擇喔 因為我也覺得喔 因為真的 天空熊跟瑪雅打起來 他要贏 確實不好贏喔 更穩的打法就是一個直層 然後他自己鎖在家裡 不去騷擾 就好了 目前下方兩邊都是打一個不正常 出刺猴 然後工兵家裡防守 這邊小鋒應該是受到 小夜夜指使喔 小夜夜應該是叫他去他家後方弄他 他要再歸家裡 這樣歸家裡的話 刺猴直接出後方讓 這邊伊索比亞 跟這個綠色 匈奴就會有點壓力在了 就不知道你的肉馬在哪裡 隨時可能會被弄 這邊前壓就會有點猶豫了 但是我覺得這邊其實藍色不應該回家 藍色應該直接繼續前壓才對 那如果直接回家的話 這一波出去再回來回 意義就不太大了 這個時間成本也是個問題 這邊小鋒 欸不對 克勞德有出馬欸 原來克勞德的馬不是去幫天空熊阿 他是跑來幫 他是直接去打對手家裡阿 那這邊台灣A隊 兩邊都是屬於一個工兵守在家裡 然後刺猴直接去後防擾 但是義大利B隊就是比較傳統的打法 刺猴是直接 在工兵附近保守的 防守的一個路線 那這邊其實集結火力直接殺的進來 對對手壓力很大 好克勞德這邊 其實刺猴再過來 我想說克勞德怎麼可能會不出兵 因為這場來說已經是邊打 邊打然後邊上城了 很少會直接打石城 因為通常封建實在上城堡實在這段時間 就可以打到很多東西了 就像這樣子 好那這邊匈奴 肉馬很多在防守 到後方一直有工具所在做輸出 後方中國的刺猴也過來 這邊打了一波後方有TC在補 哇結果看到了這邊肉馬沒有控好 TC直接被補了兩發 箭矢全吃 看來台灣隊的這一波進攻直接被解掉 後方小楓過來想要來救 但是看到隊友在裡面全部倒光 只能再利用這個宅口跟對手打一波 這邊打一波 感覺小楓也沒拿到什麼太大的優勢 這邊直接賺到一村 只有一村之後這邊很繼續打嗎 喔不打了 稍微再去讀一口再去打個一波 這邊直接敵掉木牆 好這邊肉馬直接收掉兩隻 哇三隻肉馬收掉 OK那這樣三隻肉馬換三隻肉馬 這樣小楓的肉馬就不虧了 那目前台灣還是戰唱了一個優勢喔 我覺得啦 算是台灣優勢吧 雖然分數上感覺上是輸喔 但是輸大概30分左右而已 那這邊 欸 天空熊這邊工兵數量開始夠多了 克朗德用家裡的刺猴直接補了上去 要來抽到這坨工兵 如果能把這坨工兵收掉的話 對台灣隊是很大的一個幫助喔 因為瑪雅損失這麼多工兵的話 以上層的威懾力就會下降很多 克朗德待會出騎士喔 就不用面對這麼多工兵喔 就不會很容易直接被對方射光喔 這就是外加工兵數量 一直疊起來的一個重點 你數量工兵疊不起來的話 你很容易到城堡時代也沒有用喔 因為工兵數量少 對方騎士還可以直接上個硬吃喔 然後克朗德這邊一個細節 稍微走動一下喔 去吸收這個箭矢傷害 後方天空熊工兵一直在追逐 這邊再射個一下 再來再補個一下 欸 但是沒射到 微妙微妙 應該可以全部射光嗎 差兩隻 這樣其實已經夠了啦 射的夠多了 好 那全世界都點下了城堡時代 大家都是一個硬實力的喔 並沒有一個哪一架 被打到半死不活的狀態喔 大家都是守得還不錯的 好那這邊灰色 瑪雅公兵 這不是瑪雅公兵喔 這個是伊索比亞的公兵 直接走到了內加 但看到內加也打不進去 直接返回喔 因為可能意識到 對手已經上到城堡時代了 騎士出來之後 自己的公兵可能會送光喔 那目前伊索比亞就是想要來保公兵的一個部分 公兵數量保起來 升到奴兵之後 才有機會跟對方騎士做一個交戰 好這邊伺候數量其實也是很多 中國這邊 點到這個城堡時代 之後會升清騎兵嗎 這邊是點下的二防 清騎兵不升嗎 如果是我會想要升耶 這邊清騎兵數量其實蠻多的 好那一樣轉出騎士 騎士優先出 好大家都已經開始上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小豐用少量的騎士去追逐對方落馬 當然就不用讓所有的全部軍隊 去做一個抓落馬的動作 就可以分隊去做事情了 好那天空熊這邊的一個公兵 疊中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對手不知道是不是在抓天空熊的一個兵喔 所以剛剛有點在繞的感覺 但目前沒有繞到 直接選擇返回天空熊家裡 那天空熊現在回舊的話 外面這一坨部隊可能就會出事喔 結果這隻 我以為這是敵人的兵 這也是有點像青蛇 好這邊門口要被打破的話有點尷尬 但後方的公兵直接想要做包夾 那後面的家裡的公兵要一直往前囉 好那這邊直接遠地開設 這邊需要兩個兩波操作 這邊公兵第一時間是去射對手的公兵 但對手的公兵走位不錯 其實躲掉非常多的箭矢 這邊公兵直接回去 好這邊做一個集結 集結之後稍微點一下這個彈道血喔 第一時間是補彈道血沒有開TC 非常穩健喔 那克勞德則是喔先開下3TC喔 但騎士的部分也是有出喔 出了6到7隻喔 數量還是蠻多的 那有人會說誒成寶時代到底要出多少騎士喔 成出的話其實就是把你的黃金跟肉全部用光喔 那你只要不要斷村的話 你想出幾隻就出幾隻喔 但是越出越多越好 但是也不能出太多 你出太多的話很容易二級防禦點不下去 然後造成你的騎士的數值太差 或是品種沒有點 很容易打輸對手的騎士喔 所以這個騎士到底要按多少隻喔 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依照你的當時的經濟為主會比較好一點喔 不要去太勉強去做一些 不適合你經濟做的事情喔 就是口袋有多深 就做多少事情這種感覺 好那後方騎馬雅的工兵雖然還是很多 29隻工兵 那這邊應該是在補一個射箭場 哇靠他不是三射箭場 他是四射箭場 你太兇了吧 這個馬雅 那馬雅的話 四射箭場的話 很有可能是沒有想要上帝王時代了 可能是想要城堡打一波了 好那天空熊這邊 能打得贏四射箭場 馬雅的一個工兵數量嗎 但這邊我覺得有點太 依靠克勞德了 因為克勞德這邊騎士 其實數量是可以慢慢補上來的 但是克勞德是選擇3TC 直接硬開農喔 那硬開農情況下 我覺得在這邊直接硬打 這一波可能會被吃掉 果然被吃掉了 因為人家中國是雙TC農 但克勞德是3TC農 這個騎士數量肯定上 會有點差微的差距喔 對方的騎士明顯是多了一些喔 好那馬雅這邊也是超級強軍士 也沒有開TC 那我覺得天空熊跟雲大 這邊做一個防守就好了 不要再繼續照鏡會比較好 因為本身他們是沒有開TC的狀況 那如果雲大這邊只要爭取到時間 能出來的話 對台灣隊是比較有好處的 好那下方小鳳這邊拉了非常多的一個 騎士在這邊想做土尾 後方熊奴加上自家的 伊索比亞的弓兵也在這附近 想要做個包夾動作 好第四天做開射 哇奇色3很高 而且像有彈道學色的很準 好下方上方這邊天空熊單位直接被打倒 但是雲大這邊直接拉了四隻騎士 在後面砍弓兵 弓兵下降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又變成五五堪 兩邊都損失慘重 瑪雅這邊感覺是比較慘的 因為天空熊這時候已經開下2TC 3TC也開出來了 但是後方弓兵沒有補過來關係 但實質上的弓兵數量是天空熊落後的 瑪雅的弓兵數量還是很多 中國這邊騎士一直也私有在補過來 我覺得現在天空熊這邊3TC開出來之後 還是稍微防一下比較好 可能要考慮趕快去挖個石頭 拉個五到六吋 然後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 或是蓋這個高地都可以 至少自己家裡的門面要守住 這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的一個地理位置 離對手實在太近了 好那這邊伊索比亞工兵過來 其實壓力給的很大 因為工兵射速非常快速 你看這個 登登登登登登 哇這個射速就很明顯 跟其他文明的射擊速度 差距很大 好那小爺爺這邊工兵 到了奴兵之後 血量也是上升一點點 但這裡感覺沒有空 直接去跑去點對方騎士 工兵全部直接送光 小爺爺下方直接出了大事 但是後方小鋒不知道會怎麼打 這邊小爺爺這邊有一直在挖石頭 這個小爺爺馬隊 石頭部分挖完之後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果然蓋了 為什麼要蓋這裡 是因為農田中間 TC位置 這裡防守比較好防 這裡已經有TC可以稍微擋不下了 但那個TC還是蠻危險的 我覺得這邊可能要開個洞 蓋個城門來說比較好一點 隨時可以撤退 雲大這邊拉了非常多的騎士 到了後方想要做騷擾 小鋒也是有拉一些騎士 這邊做一波開戰 但是有點撞TC 這波小鋒騎士可能要被吃掉 但雲大完全沒有去理小鋒的意思 直接想要來砍後方挖金礦的村民 這波要是能殺到一些村民的話 就很賺了 回到這邊 天紅熊的工兵數量 開始慢慢補了起來 3射箭場 努力 4射箭場 如果雙方都是4射箭場情況下 台灣隊可能會稍微有點優勢 所以台灣隊3TC補的比較早 那瑪雅這邊開了4個射箭場 很早就開了一個關係 導致TC 沒法迅速開出3TC 經濟上來說是稍微略出天紅熊一些些的 OK 好 那就說 那為什麼瑪雅這邊村民樹 還略勝一些些天紅熊呢 因為天紅熊有點這個 輪軸技術 而且瑪雅本身 就一開始會多一村的關係 所以感覺上天紅熊是落後的 但其實天紅熊沒有落後 反正是經濟還不錯 好 那下防這邊其實 哇 果然喔 這個TC果然不妙 好 這邊果然獨口 讓村民直接進來防守 好 這邊轉出騰甲工兵 但轉騰甲工兵會有一段空窗期 小夜妖怎麼度過這段空窗期 就有點看小楓了 小楓的主料部隊都在對手家裡一直鬧 好看能不能打到一個洞口進去 有穴就磚 但是沒有穴的話就出事 哇 結果太尷尬 天紅熊這邊大量工兵直接上來被硬騎 那天紅熊這邊主要工作 要先把對手的駱駝先吃掉 差有機會再繼續打 但其實自己的數量其實不多 只有24隻 24隻的工兵數量很容易被對手淹了過去 後方工兵再補了過來 中國這邊的駱駝加騎士的組合 確實達到了一定壓力 那天紅熊這邊可能要趕快守著點駱駝會比較好 或是直接點對方工兵也是OK 若瑟我會想要點駱駝 駱駝先殺掉的話就沒問題了 因為騎士本身是很強大的單位 只要沒有克星的話 克勞德就可以無憂無慮的 一直瘋狂輸出 結果這邊殺了進去 小鳳這一波TC撞進去 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小夜夜直接用城堡守住 結果對手直接轉倒小鳳的家裡 小鳳家裡大量的騎士憋了出來 20隻的騎士 但這邊有TC在防守 對手也不敢直接冒然躁進 但這一波要怎麼解會比較好呢 現在的騎士也被解差不多 直接包起來打 那這邊TC有很多村民在修理 這面部分天空熊又再度壓了回去 瑪雅這邊居然數量上市輸給天空熊的 那目前雲大的經濟已經起飛了 村民最多就是雲大了 雲大克勞德 村民數126村 這個時候已經 點下帝王時代的是小鳳 小鳳這邊雖然已經TC被執行 但這邊只要點下了三級仿 跟重裝騎士的升級 待會就可以進行一波精彩的反打 好 那瑪雅爾的關係 所以他不用點攻擊力 所以待會三防重裝騎士好 這一波就是瑪雅爾最強的重裝騎士一波了 船型時機非常的快速 四十幾分鐘出血就可以打出來 好 天空熊這邊做一個潛壓 如果這邊天空熊要潛壓的話 我建議天空熊可以直接在前面 蓋個瞭望塔 防禦箭塔 因為日本的箭塔來說是蠻強大的 或是直接蓋城堡都可以 蓋城堡的話可以蓋這個位置 可以直接蓋巨頭 直接跟對方對丟 好 那這邊 伊索比亞 看到對手上到帝王十代 小鳳這邊不想讓對方的弓兵 直接黯然無恙的回家 所以還沒有上到重裝騎士 就直接硬打了 好 這邊一直接變成重裝騎士 直接起飛 硬持這些奴兵的話就會很賺了 好 那這個就是 騎士喔 城堡留人的一個方法 雖然沒有變身喔 但是你看到對方弓兵退喔 你一定要上去追喔 你只要一追的話 肯定會有好事發生喔 就是這樣子 你追到一半的時候 你的騎士也會變身喔 而且還可以把對方弓兵吃完 這就相當重要了 好 後方這邊對手 也是有拉幾隻騎士到小鳳後面做一個騷擾 這邊騷擾打得還不錯 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正面這邊克拉德的騎士 也在一直在後方鬧 正面幫天空熊之外 還不忘喔 去打後方的一個經濟喔 那目前台灣隊這邊村民處領先大約60村 經濟上完全是碾壓 義大利B隊的喔 那這邊 哇 這邊不知道也是被殺了幾村的樣子喔 地上有些屍體在 那小葉這邊公兵 數量開始慢慢憋起來 點到地龍時代 結果義大利隊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台灣隊 好 台灣A隊 晉級了到主賽事的部分 那我們台灣喔 就可以到我們這個國家盃喔 最艱難的賽事部分裡面 爭奪世界冠軍喔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的話 果然是雲大 哇 雲大這邊果然一上城堡是大 3TC直接硬開喔 經濟直接起飛喔 這就是為什麼我前面就會說 法蘭克可以支持日本的關係喔 原來法蘭克本身經濟很好 這個騎士自然就會出得多喔 所以天空熊也沒有直接爆炸喔 也是多虧了克拉德喔 一直在後方騷擾之外 還一直拍一些騎士喔 到前線喔 幫天空熊做一個抵擋對方騎士的動作 那天空熊這邊也是打得很極限喔 你看天空熊經濟其實沒有很好 你看瑪雅經濟直接贏對手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日本很容易打輸瑪雅的原因喔 但是這邊天空熊也是憋得很好 自己也沒有出現什麼重大失誤喔 空兵直接崩壞讓對方打進來的狀況喔 是沒有的喔 那小葉葉這邊就有點比較尷尬喔 我覺得應該也是對方是伊索比亞的關係喔 本來就不好打贏喔 越南算是比較後期的文明喔 那伊索比亞的話 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都很強 算是比較前期可以早期進攻會拿到優勢的文明 所以這個下面結果算是比較理所當然的 但我覺得打的最好是小豐這邊喔 樹上帝王時代 馬上浪跡的騎士喔 免費獲得三攻之外喔 三級坊跟這個重龍騎士一號 直接把伊索比亞的弓兵全部吃掉 那一吃掉之後 這個伊索比亞上帝王時代也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畢竟這個軍隊要重新集結喔 沒辦法做出第一時間的騷擾 那他們註定就會落敗了喔 這就是比較細節的一個攻防戰的部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如果想要繼續持續國家阿盃的賽事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讚 支持喔 支持喔 啦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